每個比賽第一場就輸的話 那可能就是三千這樣子 那如果都贏贏到最後呢 像冠軍我們台灣最高的冠軍是 180萬 哇 你一翻兩瞪眼耶 阿 妳有看我嗎 當然有 妳看我 我其實很久就知道你是 是誰 哈囉大家好 我是關桑 今天又到了我們最興奮的是 職業訪談的出外景的系列 我們竟然來到這個 成立超過20年的海豐棋院 它在圍棋間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找傳說中的 圍棋甜心 它叫做余麗君老師 那我們當然好奇說年紀那麼小 居然是職業騎士這份工作 到底有多少好玩的地方 而且我們現在所在的海豐棋院 還有在台灣辦過非常多知名的比賽 我隨便念幾個來聽 例如說像是名人冠軍賽 然後呢女子圍棋最強戰 還有一些海豐杯 還有包含另外一些騎王賽 就是各式各樣的比賽 其實你們應該都有聽過 那其實今天的余老師已經在裡面等我們了 我們準備出發吧 其實圍棋在台灣本來就是全年齡中 而且任何的年齡層都非常適合加入 可以說是老少嫌疑 而且重點是它在日本研究裡面 它有被防腦筋的衰退的功能 所以其實現在有非常多人 不管是小孩大人 他都紛紛加入圍棋的行列 那我們今天職業訪談 就要來訪問到 是台灣職業圍棋騎士三段的余麗君老師 歡迎傳說中的圍棋天心余麗君老師 大家好 你看老師的緊張啦 因為我跟著海豐祈願這個地方 他本身就在推廣圍棋的普及 那當然余麗君老師 他從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加入圍棋這個世界了對不對 你現在幾歲 我今年21歲 這麼年輕 不年輕人 很年輕 現場要用到40幾 哈哈哈哈 當時為什麼會想要加入這個比賽 因為我記得我很小時候應該有學過圍棋 其實我爸就是覺得我不愛念書 把我丟在裡面學的 你該不會也不愛念書 小時候是因為 爸媽希望我跟我姊姊 可以透過圍棋有 獨立思考或是專注力可以提升 可是當時在那邊應該也交了很多朋友 對 很多 因為這邊的人感覺頭髮都超清楚欸 我剛才在門口看到有一群小朋友 他們的眼神很銳利 他們兩個站在那邊這樣 這個眼神銳利到不行 所以你原本對圍棋的印象是什麼 我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必須一直在動腦筋的一個比賽 所以一開始會有點坐不住嗎 一定會 好 那怎麼辦 但你必須坐 因為你必須把那排起下完 因為站起來會不禮貌 就你一直離開位置就是不太好 所以就是你要訓練你的專注力 然後開始慢慢的在圍棋裡面學到很多東西 可是你看別人13 14歲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是在看看YouTube影片 或是出去玩 那如果你的世界都是圍棋 你有去看YouTube嗎 我平時有在看 那你有看過我嗎 當然有 你有看過我喔 你有看過我 你什麼時候看到我了 我其實很久就知道你是 是誰 真的假的 然後好像有一次那個 光良的小新演唱會的時候 我也有被我朋友帶去 然後剛好那時候你是光良那邊的主持人 對 我在台上主持人 對 我在台下看得很開心 你有在那場 我烂錄影 哇喔 你有在那場 我超開心 那場我在後台吃超多便當的耶 開始慢慢學威棋慢慢長大之後 然後可能就想說 那你在裡面學到很多東西之後 你會變成一個職業騎士嗎 從業餘比賽通過之後 就可以晉升為職業騎士 可是因為職業騎士 這個職業可能不像一般人大家印象中 那麼的就是到處都有對不對 所以你有跟你爸爸討論說 我要當一個職業騎士嗎 我爸一開始不是很支持我 往職業騎士 因為很辛苦 而且尤其是女生 對 所以 一開始是我媽媽比較 努力的帶著我學威棋 那之後是14歲比較 也是很幸運的 考上之後 我就會更想要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可是這時候你爸可以理解你的功夫 對 他就越來越可以體會我 喜歡威棋的心情嘛 所以等於是媽媽帶著你 然後呢 媽媽還代替你跟爸爸吵架 對 真的假的 偏偏吵 常常吵 然後就說我要讓我女兒成為職業騎士 她們還不可以學什麼東西 然後爸爸就說什麼 他說 幹嘛學圍棋 去好好讀書啊 什麼圍棋 不是一個穩定的工作 現在想起來是覺得 媽媽很辛苦 對 就是為了你還要衝破體制 這樣還跟不可以吵架 職業騎士 因為我們比較不理解說 他的日常是什麼 他每天都在下棋嗎 就是如果沒有比賽的話 平常就會有自主訓練 就是看你想要 上往下棋 還是擺棋 或者做題目 就是練習 可是像你已經那麼強了 整個棋位有人可以跟你練習嗎 他們說誰要跟你練的啊 余老師欸 如果強的人 多的是 所以還會有很多人在這邊跟你練習 然後也會贏你 也會輸你這樣 就每天不一定的情況 然後你腦中就會有 各式各樣的不同的擺盤 可是當職業 其實這樣下了大概幾年的時間 我今年是第六年 好久喔 那這六年你沒有覺得 無聊或是密 或是想要放棄的時候 一直輸的時候就會比較失落 嗯 因為難免還是會有勝負 對 很想贏 可是這過程中 其實一定除了說 你剛剛說到的專注力 或者是思路會變得很清楚對不對 然後大家每一年 會有非常多重要的比賽 對 像是 每一年最重要就是 八月份的 年級最強戰 大概最多第一名 就是冠軍四十萬 真的這麼多 對 好划算耶 那你們的月薪呢 因為我們不是月薪 對局費 比賽的 勝負來決定 所以那你們壓力很大耶 多少 就是你們站在那邊 我這個輸了就沒了這樣 每個比賽第一場就輸的話 那可能就是三千 這樣子 那如果都贏贏到最後呢 像冠軍我們 台灣最高的冠軍是 一百八十萬 哇 一翻兩旦演耶 對 差很多 就是要嘛 一百八十萬 要嘛三千塊也不一定 那你覺得這幾年下來 你自己在裡面 學到最多是什麼 心情的調適也有 抗壓性也有 穩定性也有 你看老師目前當下 都非常有氣質 他就是這樣做 然後你就說 這些是什麼小case 沒有 所以如果說現在 還有非常多 站在看這支影片的觀眾 其實他們對維琪 其實有興趣 你會建議他們加入這一行嗎 維琪是對小朋友 特別有幫助 就是抑制 然後穩定性 抗壓能力 都很有幫助 如果說他們對這一行 充滿興趣 或者想要加入的話 你知道他們要具備什麼樣的 條件嗎 你要先 很喜歡維琪 那自然你就會 很想要繼續學維琪 對 就是在裡面可以學到 非常多東西 然後不管是你的思路很輕 或是邏輯的思考能力 對 當然你也要有一個 會幫你說話的媽媽 好 今天我們來到海峰奇略 我希望有機會可以跟老師 下一場 騎嗎 可以啊 你不能太強喔 不會不會 好 我不然 我不然你先試試正常發揮 看我會不會馬上就死掉 正好 在這次比賽之前 我們先邀請第四屆 女子維琪最強戰的冠軍 也就是余麗老師 幫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注意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下棋的時候 必須每一顆子都放在 線的交叉點上面 那不可以放在空格 放完之後呢 你要注意的是你的氣 氣就是這顆子 延伸出來的線 這幾個 是四個 對 這個就是四個 那也代表說 對方四手棋 可以把你給吃掉 那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應該要怎麼逃跑呢 對 在這時候 三顆子包圍你的時候 你就必須 把這個最後一氣給藏出來 它就會多了再三顆氣 對 現在就有三氣 它就變成一個追逐戰 對 就是 死亡線盡量不要去下 你說最外面就表 齊涵的最外面 因為下的等於沒用 對 它就是很容易會被吃掉 因為它等於花三個 就可以包住你 對 OK 我懂了 好 來吧 老師 我們比賽開始了 好 那現在是要 就是請你抓紙 然後我拆蛋還是爽 好 抓太多會不好算嗎 不會啊 OK 好 可以 那就放在棋盤上 OK 好 猜喔 好 那我拆單 1 8 9 10 11 12 對 所以我猜錯了 所以我先 對 你就是黑棋 所以還在這可以吧 可以 有點緊張 然後我們下棋的時候 這樣子會比較好看一點 會沒禮貌 會感覺比較厲害 喔 sorry sorry 這樣子 對 OK 我家中會很難贏了對不對 對 比較難 而且你今天有在管用什麼資訊拿棋了耶 我沒有辦法管了 就是快要結束了就是 這邊是 關子 嗯 所以你現在如果擋住的話 擋住 對 那我黏起來 我們現在就可以進行 就是數目 喔 我現在就說了 就是 這是你圍的孔 對 那這是白棋圍的孔 好 那我們算的是孔嗎 還是棋 孔就是木數 OK 對 那怎麼算 像這個 就是把獅子填在自己的孔 OK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好難喔 我居然一顆都沒有贏 我就是傻眼 對 但是你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你的微控其實還是蠻多的 啊 真的喔 嗯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所以我這樣有什麼其路可言嗎 就一開始 其實下的還不錯 這後面好像一緊張就會開始 比較容易被我吃掉 因為我看他追著跑 我就有點不爽 然後就再放放放放 然後因為我如果一放到下面 百分就會死掉了 我一放下去他就吃掉那種 對 所以不能那麼容易就緊張 所以這也是知道 為什麼有些人下危機 一顆可能會想很久對不對 因為他可能一輸了 就整盤就輸了 對 他四十萬就變三千塊了 對 老師你下一顆最久大概要想多久 我最久想過快要一個小時 那你有沒有整場 整場下來最長多久 最常下過要六個小時 那你也可以吃便當嗎 可以簡單吃一些東西 喔 還真的可以喔 對 好 就是太長 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對 可是再回來他要繼續享受嗎 怎麼PK 對 所以如果說大家想要看到 老師真的是最厲害的表現 到時候大家要去哪邊看呢 八月六號會參加第六屆 劍橋杯名字最強讚的比賽 到時候你有可能會表現很好 希望可以表現 就是打敗到時候的人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們想要看到老師 當天精彩的表現的話 到時候八月六號當天也記得要鎖定 海豐建議的Facebook和YouTube 然後現場也會有就是Live的旗譜的解說 對 然後他們會有人幫我們解釋這一切對不對 有 因為胰眉在六個小時 大家光看真的覺得 以為是沒在動 對 還會有職業老師會講解 所以到時候你們看的時候 一定會可以非常清楚整個齊路 對 然後他們講解會影響到你們嗎 還是你聽不到 我們聽不到 因為不然那些老師就會偏吵對不對 就說其實家家這也不起 其實是那個烈心這不起喔 我覺得他嚇得非常好 他們大概會這樣講嗎 就是會有批評就是他可能 他們會批評 蛤 就他們可能不是很瞭解我們 為什麼要嚇這個 就是他不懂你為什麼要嚇這個 他可能就會在Live的說 我覺得這不行還好 可能不是很好這樣 所以你有時候會看回放 想說你這個在講什麼 我會看回放 對 所以到時候你們可以看到 精彩的老師的下棋的過程中 也可以看到Live的轉播跟講解 那你們到時候全部看完 你們才會知道說 他的齊路到底有沒有他的思考邏輯對不對 今天謝謝怡君老師 謝謝 那如果說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而且海豐祈願在傳說中 他辦了過非常多比賽 你們一定有聽過 例如說那是名人冠軍賽 騎王賽 或者是最強女子冠軍 你就忘記了 圍棋可以說是全民運動 忘記了 這次最為子女棋最強戰的老師 圍棋 講錯 女子圍棋 好 他們真的會講解 然後你就會覺得不是那個意思這樣 會 哇 你會生氣耶 這樣我跟他說 公主你要下這個期 然後我之後看完就這樣 我就懂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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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 喜歡 surprising 新制